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清冠一号方 像我们慈禧的本草饮 在喝这些东西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 少部分人就会有一些反映到说 有腹泻或腹痛的现象跑出来 那我们就会讲 它是比较寒吗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了解这个状况 原来在我们中药里面 有一个药器 药性的问题 身体上的反应呢 跟药物的反应 其实它是一种相对应的关系 姜它就有它的特性存在 姜吃到人体里面的反应 才是我们共同的药性来源 所以药里面有它的药性 也有它的功能 比如说姜会温热我们的身体 所以叫做它的功能 所以我们会讲说 要有性味这类的概念在里面 然后这个性味归纳出来 我们就要称为四气五味 那个就是含热温凉四个气 然后酸苦甘心腺五种味道 再过来我们知道药有它的硅精的特性 在宋朝知道说 原来药吃到体内之后 会有它的往身体上某些地方走的去向 这个硅精初初听起来 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知道现在最厉害的标靶治疗 就是硅精项目里面发展出来的概念 那接下来药因为它有偏性 所以它有毒性存在 所以我们在吃补的时候 要对应到对的事情 对的人 然后吃补才会有效 不了解自己的状况 就随意要吃补 那当然就不行了 比如说夏天的身体状况偏热 我们身体内在耗散掉了 可是我们又没有需到哪里去 那最好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中医就会开一点 叫生脉散的这个药物来做调治 那人参脉动五味 只能够帮助我们身体的 那个气血的状态 滋润养阴补气 然后让身体变好一点点 就解除掉这个这类的问题了 我们在讲 食物药物都有它的药性 虽然我们认为食物的药性不强 重点是食物的药性 吃到体内之后 人可以很容易平衡它 把它平衡掉 所以在我们人体的反应不多 那药物在我们身体上的反应就比较多了 所以叫做食物的药性 比如说像西瓜 西瓜它的水分含量多 我们大部分人吃了西瓜之后 都会朝向身体凉下的反应进行 所以我们称为它是良性的食物 比如说黄莲这类的用药 苦含的那种用药 吃了黄莲身体慢慢的发冷 这个就是大家的共性了 所以不是说每一种药物都是补药 而是说很多的药物来自大自然 它依照它的生长环境 生长时节 颜色 还有它的状态 它的味道 然后整个会让人产生不同的反应出来了 所以要怎么样选择一个好的药物的治疗 必须经过医生的诊断 像我们在临床上常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西医常会 之前的西医常会念中医说 你们就是吃了中药 然后才会变成洗肾的变那么多 当然在临床上的研究发现 哎呀不是这个样子 那很多的洗肾的结果是 常常都是药原性 或者是其他的医原性引起来的洗肾 那真正吃中药 引起来洗肾的量非常的少 我们认为大概才不到4%左右的病人 会有这种情形 最常发生的是自己去挖草药 然后自己去买草药 然后自己进行监阻之后 引起来的那个洗肾的风险 会比让医生诊断处置之后 产生的洗肾风险还要更高很多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经过医生处置之后 洗肾的风险的量 非常的非常的低 这些年来大概才一例的案例而已 那什么叫草药 什么叫做中药 不都一样吗 都是从田里面装出来的 对 比如说左手香 左手香在我们中国南部 以及台湾地区 可能流传200多年了 你知道吗 平常我们用的中药 最起码500年以上 比如说甘草 这位药有2500年的使用的历史 艾草 它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 另外一个药 可能在美所布达米亚平原那边发现的 那个叫做麻啡 那个樱树花 那个也有6000年的使用历史 如果任何一个药没有经过那么久的使用 然后完全地制造它的药物的作用之后 我们都称为它叫草药 如果它使用那么久了 我们清楚它的作用 慢慢地纳入我们的药点里面 我们称为中药 某些中药 即使我们已经纳入药点了 它还是有毒 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药 在中药里面我们很谨慎开的药叫 父子 父子是屋头旁边的淋浴质 那个父子它本身有毒 所以我们都很特别小心 云南 云归高原的地方的人 他们喜欢吃父子的火锅 那像遗嘱的人就常常把那个 父子拿来煮火锅吃 吃了就感觉到非常的舒爽 你知道吃过头了就全身麻痹僵硬 然后中毒 同样的概念 在日本人吃河豚的时候 也是会发生中毒的事情一样 父子是一种特殊的 强烈的新温存阳的用药 所以要使用它绝对要小心谨慎 药的四性无味是怎么来的 我们刚刚讲过 是人吃了这些药之后产生的反应 我们统计这些反应 然后把它归纳出这些特征 寒热 温凉这四个属性 那寒的 我们知道这个药会让我们身体体温降低 那我们在发热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到它来使用 比如说石膏 那热的比如说姜 吃了它之后我们身体会发热 所以我们在身体冷的时候 我们就要吃它来提升我们的温度 这叫做 就是这个意思 那五味呢 就是植物本身它就有这些特性 酸苦甘辛咸 酸的东西它有一种收敛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人生脉东五味脂 五味脂就是酸苦甘辛咸 五味俱全 所以叫五味脂 它就是一种酸性 酸性就会收敛 让我们的毛孔收敛起来 固涩 让我们的身体不会到处发汗 然后苦味的东西 苦入心 人体产生那种苦味 就是一种排毒的反应 当你一碰到东西 就知道这是很苦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有毒 或者它正在排里面的毒性出来 所以含有苦味的东西会入心 会用它来解身体上的热 比如说黄脸这类的东西 然后干的呢 干的就是我们常吃的了 干会入脾胃 然后入了脾胃之后 脾胃会强壮 所以人会变强壮 像比如说我们喝下午茶 为什么喜欢吃那种点心 喝那种咖啡 咖啡会有加一点点 肉桂粉的那种咖啡 就是这样子 甜味能够让我们的脾胃平衡 然后让我们觉得快乐 然后再加一点点腥味 发散精神体力好一点 所以你就知道说 喝下午茶的那个甜点 和那个咖啡 是必备的共同的措施 如果你只是吃其中一片 那你会觉得 没有得到那种快乐 然后腥味就是有一种 发散的东西 腥味它本身 它是一种行气活血 只要闻到是那种香味的东西 它就是会开始 慢慢在身体里面发散开来 桂枝像薄荷这类东西都是一样 那咸味呢 咸味最主要就是入血的味道 咸味的东西吃了能够收敛 能够凝固 固化到我们的肾脏来 所以在肾脏有病的人多吃咸 会让我们的肾功能变得越来越差 这样会不行 所以在肾脏有病的人要特别注意 咸味的食物 中药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在历史的演变过程里面 神龙本草经的时候并没有硅经的概念出来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我们在几千年的使用这些药物之后 发现这个药物会走向某些特殊的地方 所以我们称为硅经脉 硅脏腑 会走向特殊的地方 你知道这个意思就是 慢慢的让我们的药物有标靶性出来 比如说像麻黄发汗频传 心温发热 所以它会归到我们的肺经里面的过程 在肺有不舒服 闷住发散不来的时候 就要麻黄去把它发散开来 所以归入肺经 那我们常在养生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说 你要怎么去吃你该吃的食物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你要特别去记起来 我们称为食物日制表的这种概念 像皮肤过敏的人 吃到海鲜类 有壳的海产 特别容易引起皮肤的过敏 记录之后 我们就知道我们身体 该如何去调治它 知道哪些食物会影响到 我们的身体状态 然后从而去反推 然后治疗它的疾病的状态 比如说现在夏天 就可以提供很简单的一个小方法 喝绿豆汤 大家都觉得喝绿豆汤可以退火 其实真的退火的是绿豆上面那层皮 把绿豆洗干净之后 把它泡水 泡水20分钟左右 然后用大火滚它5分钟 5分钟晚之后就收火了 熄火 熄火把那个水倒出来 这就是我们煮的绿豆水 正常拿来退火 退皮肤疹子 这类的东西的绿豆水 都是这样做的 然后当然剩下的绿豆渣怎么办呢 那就把它煮完 变成好喝的绿豆汤来用 那第二种像豆花 它们在做的过程里面 会用到石膏类的东西 你知道吗 在韩剧《大肠经》里面 就有特别讲过这个故事 《大肠经》的医女 看她的朋友被皇帝毒打一顿之后 然后丢到皇宫里面 然后不能去救她 也不能给她吃任何食物 但是可以允许医女去看看她 帮她治疗一下伤口 你知道那个医女 就用豆腐敷在伤口上面 然后敷完伤口之后 那个病人把豆腐吃掉吧 她就变成又可以治疗她伤口 又可以治疗她胃的 饥饿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莲藕粉 那莲藕粉黏黏稠稠的 对我们的身体的那个热的去除 还有那个发热 解不了那种热汗的时候 我们在南部乡下就是 直接莲藕粉拿来泡盐巴喝 那个退热的效果一起棒 最后我们就可以这样 慢慢地看待身体的状态 我们建议 当我们身体要调补的时候 不要说只是用想到的补 比如说十全大补汤 或者是姜母类的东西 或麻油类的东西 这些补 不是 要慢慢地去看待自己的身体状况 然后少量地慢慢地吃 让身体有反应的时间 然后如果你大量地快速地吃 你一定会出问题 我们称为 好的补法就像上楼梯一样 一阶一阶上 然后好的泄法就像下楼梯一样 一阶一阶慢慢地下 这样子我们身体就会跟上 我们治疗的脚步 然后身体才会有得到好的治疗 大爱学汉医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